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跌个136点 大跌个136点 然后到收盘 收盘是仅仅小 跌了个68点 那这个盘中137点的跌势 也做了大幅度的一个收敛 那比如说今天的预估量 有来到924亿一个增量的形态 那便说我想以今天这个泰国大盘 形成一个带量的一个下沙 我想这个时间点很多很多的投资朋友们 您又开始在害怕了 那当你在做一个害怕的这个接难点 我想就有一个后续 后续操作策略的一个重点 我们依然很清楚的告诉各位 这个压回 尤其说 我想今天这个压回盘中跌137点 是近期一个比较大幅度的这个压回 那这个压回我想都是提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这个台育大盘我想从这个小英总统520上任以来 天天天天天做的创高 然后到昨天高点来到9200点 这段时间从5月份涨到目前已经涨了1200点 那便说盘一路涨一路涨 你一路不敢买的投资朋友们 这个压回反而是提供各位 来做到一趟勇敢买进 趁压回锁定一些GEO的一些 具有一个题材性的一些底部个股的一个 绝佳的一个时间点 那为什么欧老师我们在这个阶段点 今天没想到 我们就持这么样的一个看法 那欧老师我们就简单用四个理由 来跟各位做个分享 包括今天的这个最低点 今天的最低点来到这个901 9063点 来到9063点 那便说这个月线 线阶段最小上弯的这个月线 月线是落在9055点 那便说今天盘中这个大跌 那连上升的一个月线 连碰都还没有去碰到 表示这个支撑力道还是像是强 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一路以来 我老师我们告诉各位 像台币新台币一路涨一路涨 就说到目前为止已经升破了 31.2 今天盘中一度都还要31.166 变成说这个升破这个31.2的这个当下 变成说最近这段期间 这个新台币已经连续六天 每天升值每天升值 那台币一直在升值 我想这个背后代表的一个含义就是说 资金行情都还没有去做个退烧 资金行情这个热钱都还在做个不断的一个流窜 热钱一个效应都还在做个延烧 那这是第二个理由 那第三个理由就是说 以我来说我们跟各位强调一点就是 我想以现阶段整个一个国际股市的一个领头羊 就所谓的这个美国道雄公益指数 那我想美国道雄公益指数 每一次你不妨你可以去看它一个历史资料 每一次它头部形成 头部形成至少它的时间 会扩延到三个月到一年的一个时间 来完成一个头部 那我想以道雄公益指数 从上个月7月20号 也不过才当时七月一天 才创高18622点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新天价的那个当下 到目前为止 也连一个月都还没到 那距离这个国际股市的一个领头羊 就是道雄公益指数 它是做一个头部的一个时间 我想这个时间性都还没有来到之前 这个盘就算今天这个压回 后续依然都会形成一个叫高档的震荡 那尤其霍老师我们再连续 在不断散布时 在节目当中就跟各位强调 到底这个盘什么时间点会做的结束 那我们就直接提供给各位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参考预计 就是说看这个盘什么时间点 形成一个叫爆量收黑 爆量收黑 尤其今天虽然有收黑 那问题量也只过才924亿 我想这都还是为符合我们告诉各位这个 涨势做一个停顿的那个讯号的一个点 所以我想基于这以上的这四个理由 在这个阶段我们还希望我们全国的投资朋友们 你趁这个压回 往这个压回 又会是各位你的一个机会点 探阿兰你好好去做到这样择优布局 那尤其就是说 以进行台币在做生殖 那让它以一些出口导向的一些电子个股 它相对应都会有一些所谓的一个 汇兑的一个损失 那你这个阶段点你都不妨避开 这个相对应的一些电子个股 那甚至就是说 你可以把资金往一些属于 包括像奥运相关概念个股 甚至包括像这个文创游戏类 往最近这个宝壳 宝壳梦很夯的一些相关题材的延烧 甚至说包括这个车用电子 这个Tesla 这个电动车 一些相关的一些概念个股 这个都是属于一个 这个基本面形态很好 那尤其就是说 个股很多标的都还落在一个叫做底部 刚好要准备变盘向上这种标的 我想都是相当适合各位 在这个阶段点 尤其高档震荡盘 你掌握住轮动 天天都是好行情 那我想这一路以来 这一路以来 我想在 以昨天看 大盘攀高到9200点 这是当下 那我想为了说 我们在进行 带给各位 这个操作策略的一个重点 我想早在 包括像四个月 四个礼拜之前 我们就直接送给各位 这个叫做把握行情 先赚先赢 这个八字真言 那这一路以来 我们带给各位的这种标的 因为毕竟我们在这个阶段点 尤其是说 这个盘做一个精心涨 那问题 个股的一个轮动速度 非常非常之快 所以我们在近期 我们带给各位 操作策略的一个重点 我想不同的时间 你要有不同的策略 那这个阶段点 我们就采一个叫做 短多的一个价差操作 我想从四个礼拜以来 四个多礼拜以来 我们带给各位的 像这个 像这个1476的这个如虹 五天 75号 去做一张获利落单 这是一张很标准的 奥印 奥印概念个股 那变成说 你底部个股 你买进的话 利润无限 风险有限 像如虹 你说波段单的话 到新天 又是做一个 实现一个创高的一个形态 就是如虹的部分 实际上 我们直接带各位来体验 这个8064的这个 风节 我想 我们在上上个礼拜 带着各位 三个交易日 先把这个13.2%的一个获利 先放口袋 我们就是 采一个叫 短多的一个价差 一段段完 又一段 卖完 卖完 卖完这个像如虹 资金做个回收 那就往新的标的 一档赚完 再赚一档 神奇 我们在上个礼拜 带各位聚焦操作的 包含 高价 低价 中价 这三档 底部刚好变很像上的这些个股 我们在上个礼拜 我们上个礼拜 带各位去聚焦操作这些个股 我想到目前为止 都已经获得一个叫全面性的一个大赚 获利落袋 那这一包像 36666的光药 我想 上个礼拜 从上个礼拜 每天涨每天涨 然后到我们在礼拜一 把它去做一个获利落袋 趁它创高 做一个获利落袋 33块钱 甚至说 这个 高价位的像这个 和大 几乎在上个礼拜天天创高 连续六天的一个创高大涨 我们在160块钱先做一个获利 那甚至包括像这个 中价位的这个3623的一个户镜头 股价都是天天创高 天天创高 那我想这些标的 全面性都是符合 怎么样的条件 风险有限 利润无限的一种 刚刚好从底部 底部已经打好 底部刚好翻扬的一些相关 一些概念果 所以说这段时间 我们带给各位的操作策略的重点 我们就采一个短多价差 那变成说一档赚完再赚一档 那变成说 我们把各位 你有限的这个资金 投资效益 我们帮各位 拉到最大的一个 最高的一个奇效 那我想 各位 你都也都到目前为止 获得一个全面性的一个验证 那变成说这个台湾大盘 现阶段处在 今天是今天 是近期以来 一个比较大幅度的这个压回 那我想我们就 讲一个俏比话 就是说 只真的跌的不够多 跌越多 你之前没有 一路没有上策的投资朋友们 是不是又提供给各位一个 更好的一个机会点 那到收盘也不过才跌个68点 我想这个 后续盘都还没有结束 那既然盘还没有结束 你要去做卷空的投资朋友们 我想 沃老师我们一路以来 我们都踩一个灵活的操作 该多就是多 该空就是空 那空 空头 时间还没到 各位就请各位 稍安勿躁 等到那个时间点 到了时间点 沃老师我们绝对 会带各位 在第一时间去做到那并且卷空 尤其这礼拜 我们聚焦两党标的 也实际上带着各位 但这礼拜 又实际上来打正 这个叫做做钻石趴的一个获利 那尤其我们在昨天 也有跟各位公开 我们一高一低 我们这个礼拜就聚焦 两党的个股 那包括我想像例行来讲 昨天大涨6块半 收盘收到最高点 今天台湾大盘大跌 他实际上做一个窗高 盘窗又涨了 盘中去高高 这档标的 一样持续性 在走一个 往上不断做的 攻高的一个道路 那另外一档中低价位 我们在昨天也有预告 各位 这档标的叫做 永贯三军 我想这档标的 是一档50块钱以下 刚刚好一样底部翻两 那今天台湾大盘大跌 他是形成一个叫 量缩而价稳 那这个量缩价 又会是各位 继续跟着博老师 我们来做到一趟先转千零 来达正这个叫 周周获利10% 绝佳的一档标的 那当然的话 我想这一路以来 你都错过了投资派们 我想这个礼拜 我们包含 这个高价位的力勤 甚至包含 这档中低价位的 这档永贯三军 就请各位 务必 好好跟着我们来 一路先转先铃 来达正这个叫 周周获利10% 的一个活力目标 好了 今天节目刚好单落 谢谢各位收看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已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控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最后 caf溜点 二 二 谢谢大家